你明天就开始录了 不要讲话 他开始录 我们先讲就录好了 以后就听我们的安排 我是福西卫生局和局长 今天大家一路上回来辛苦了 现在因为根据防控形势的需要 目前同机里面有四个人 出现发烧症状 那么我们已经根据相关要求 在开展相关的检查 那么核酸检测要等到明天结果才能出来 那么不论结论结果是什么 是确诊也好 还是疑似也好 疑似的我们都要回福西 回到福西怎么处理 我们要送到集中隔离点去 也不是住酒店 是龙巷我们一个集中医学隔离点 酒店只是正常人群回来 才能住在里面 那我希望我们父亲的乡亲们 我也是土生土党父亲的 当我们口罩栽掉那一天 我们都互相认识 但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我希望我们的父亲 大家为了整个父亲的好 我们可能要牺牲我们一小部分人的 这些利益 拜托大家好不好 拜托明天地点